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1月2號 禮拜四 以下就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的氣氛應該很好吧 大盤像這個大暴漲那樣子 然後扭轉了過去幾天那種頹廢的行情 我想建議大家應該心情比較好 因為在前幾天真的是 就你看到這個市場上是一個愛紅片 真的是大愛 因為前幾天真的是一個非常難做 我自己覺得非常難做 整個行情都是悶在那邊 但其實我記得在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過說 雖然現在就算在下跌 也是會非常接近融資維持率的極端值 那有時候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預測說到底哪裡是最低點 你知道嗎 就你沒有辦法去知道那個最低點是哪裡 但是你在一個差不多位置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關注一下這個市場 說它到底有沒有什麼訊號出現 我覺得這個是在操作的想法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去執著在最低點在哪裡 通常會執著在最低點在哪裡 我跟你講這種 長期下來它很有可能都買不到股票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在操作上的話 就算大阪很爛但是你還是手中有一點部位 不然如果你是完全沒有部位的話 那這種行情基本上你是很難去跟上的 那如果說你手中是有點部位的話 起碼說這個行情你還是能夠參與 那手中你有股票能夠上漲 那當然你還是會比較有信心 可以去做其他股票 數學實在就是在今天的大盤上漲的一個 比較主要一個操作想法 那為什麼今天會這樣上漲呢 當然就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主要FONC會議 那在會議上其實聯準會主席是比較偏向是一個 也不算歌派或鷹派啦 就是那種胡說八道派你知道嗎 不是胡說八道 就是說他們現在就是要繼續升息嘛 其實他們也不想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講 我說你繼續升息 其實那個經濟真的會被你升到爛掉 那可是他們又不想說 這麼快的去跟市場去釋放出 我要降息這個訊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通膨期還是很高 就通膨還是比聯準會的目標來的高 那如果說他們現在說 好我要準備要降息了 那那個市場會自我實現 所謂的自我實現就是說 市場會猜測 聯準會的想法 你要降息了對不對 那代表說接下經濟可能會好轉 那可能就 那個整個市場開始熱絡起來 可能廠商 他可能開始擴廠之類的 那這樣整個失業率不是要下降 整個經濟就開始好轉嘛 所以聯準會主席 他比較不會去放出 這一類就是很降息的訊息 除非說你真的看到通膨數字下降 所以說在昨天的FOMC會議上 我個人覺得就是像前幾次差不多啦 就是我們還是會什麼 目前通膨還是很高啊 那只是說目前有一台顯著下降 那我們還是會謹慎的去 對應這個市場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每一次講都快差不多了 那只是說昨天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財政部他發行公債這一塊 因為你看像昨天的公債殖利率 昨天的公債殖利率是一個非常大根的下跌 昨天公債殖利率一天跌了4% 這是滿多的喔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就在於說 昨天發行的公債的金額是比原本市場預期來的少 那再來就是說 他們對於常債發行的數量也有降低 就增加發行短債啦 所以在公債減少的情況之下 那需求現步能不能改變 那個公債的價格就會上漲 公債價格上漲 那當然就是公債殖利率就會往下 那所以說這個是在今天大盤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昨天就是一個 兩個總體經濟的利多在這邊 那其實除了總體經濟利多之外 其實個股也滿有趣的 像我們來看到像昨天有一間公司叫做AMD AMD的昨天股價是漲了9.69% 算滿強的喔 就是像這種他也是之前跌了好大一段 然後今天突然一大根的 昨天晚上一大根的漲上去 那其實他在昨天的法說會 他有講到像這個就是AMD的法說會 他有提到就是說 每月早799 訂閱阿信的PressPlay線上課程 每天突回一篇技術面或是產業的教學文章 另外還有阿信自己獨門的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YT頻道每週遇到的事 都分享股市的盤後整理與解析 週五會有阿信覺得題材不錯的個股 或是產業的解析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的報告 都歡迎學生和PP訂閱戶找助理所需 一般觀眾加入LIOT 附上影片按讚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在目前AI伺服器的狀況其實是 越來越樂觀 他這邊有講什麼 就是AI伺服器越來越樂觀 那其實你從不管像AMD或像是昨天 還有像SuperMichael 就是公布一些財報來看 其實AI這一塊 目前就整個基本面的數字 其實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大 太大的轉換 真的沒有 你看像昨天那個AMD公布之後 哇 股價直接噴上去 那想說每股是這樣子喔 台股就不太一樣 像昨天台灣有一間公司叫技嘉 技嘉他昨天有召開法說會 那可是像技嘉今天的股價走勢 平良心講就沒有這麼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看說 你說像他昨天 這個是他在昨天的法說會 他有提到說他第四季的展望 還是一個技增的狀況 那基本上是包含像主機板 或是一些消費性電子產品 像伺服器這邊 全部都是能夠成長 那所以說其實像我們知道 技嘉在前幾個月 他的營收就已經有明顯的往上了 那如果第四季還能夠成長的話 那代表說 他的營運動能還是很強大 那不過我們知道說 啊 營收好 可是股價咧 好像股價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看像今天股價 今天大盤是一個 沒有開高走低的情況 那技嘉咧 技嘉他是自己一個人這樣 這樣子就開很高之後 就一路這樣下來 那當然像這種下來其實 也不一定 就代表轉壞啦 原因在於說前面就有很多那種 套勞賣壓 所以說他今天開高 去引發了 之前的解套賣壓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那只是說我們在看到 像這種AI股票的時候 因為像我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什麼 我最近像 跟大家提到的時候說 我們現在要看整個氣氛有沒有好賺 真的是看AI股 因為這一波下跌 就是由AI最先跌下嘛 所以我覺得AI能夠止跌 他只要能夠止跌就好 你要求不多 我們要求都不多 就你知道能夠止跌 那個市場那種氣氛 就可以開始好賺 那時候止跌的條件 第一個是什麼 你不能夠再雙新低嘛 那第二個什麼 你要站上五日均線 那像技嘉今天有沒有站上五日均線呢 其實算是沒有站上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 這個地方叫扣底值 扣底值在這個地方 就黃色的這一條線 今天的股價大概往上打到扣底值 就下來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明天股價 他沒有辦法站上黃色的這一條線的話 那麼他的五日均線 就還是會呈現一個下彎的情況 所以扣底值在235.5的這個位置 像今天高點達到236.5就下來了 所以變成說如果明天站不上235.5的話 那麼他的五日均線 就還是會變成下彎的情況 那我們知道嘛 下彎的均線 他就不會去形成股價的支撐 下彎均線可能變壓力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看一看 首先技嘉法術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講的不差啦 講的算很好了啦 因為他所有產品線都成長 你還想要他怎麼樣 那其實在他法術會上面 他有提到說 目前中國這一塊 其實對他影響是不大的 中國這塊他其實影響不大 所以說其實在美國的禁令這一塊 或是在整個他的營收基本面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法術會我自己覺得講的還可以啦 但是其實股價就是跟法術會是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開高就往下沙 那像這種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利多消息 然後股價開高往下跌 他雖然沒有跌 就開高走低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要去看一下說 在其他類股 其他個股 比如說像偽創廣達 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看 這個產業有沒有 因為這個族群有沒有好轉的時候 不會說只看一間公司 我們來多看一下像同類型的 像偽創 偽創他目前就是守在 五日均線上方 但是他的扣底值在這個地方 扣底值我幫他畫一下 就明天的股價如果佔不上這個位置的話 那麼他的五日均線 依然還是會呈現是一個下彎的情況 那所以說像不管像技嘉偽創 都是有可能在明天的五日均線 又呈現下彎 那像廣達咧 廣達的話也是一樣 今天同樣也是站不上扣底值 所以說其實在 雖然說今天AI股票上漲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AI股票漲了 就是沒有這麼的 沒有這麼的整齊 為什麼 因為你看像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是一個 幾乎是一個開高走高 收最高的情況 那 不是幾乎是他就這樣走 那所以說個股他的走法 明顯是比大盤來的弱勢 像這一種我就覺得說 那可能這個族群 他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來做震盪整理 好那講完了這個市場氣氛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相關的報告 像今天有看到一個報告 蠻有趣的是在記憶體的部分 像記憶體的話這一份是 看一下這份是 同一頭褲 他們提到說三星和NAM 記憶漲價20% 這個20%很大耶 平兩眼這個20%超大 就是你 我們知道記憶體其實LANK很久了 那我們知道記憶體像有NAM 那像NAM 就偏向是DRAM這一塊 那目前記憶體的話 主要還是看NAM Fresh 主要還是NAM 因為他的漲價幅度 是比較大的 那也比較快漲價 那所以說像 他這邊有提到說 像群聯威剛 可能就是能夠受惠的股票 像我們知道像上個月的威剛 其實就漲不少 上個月威剛其實就漲不少 上個月 但是像這一種股票的話 我們有跟大家教學過嗎 他說他上個月很強 不代表他這個月會很強 有啦我們知道 除非說股價去過了上個月高點 那他才有機會在這個月轉強 所以說有些那種像 比如說威剛 我看一下威剛 威剛在上個月 他是有一個比較長的上影線的話 那這一種我們就會去思考說 會不會他這個月 要過高點的難度降低了 那你過高點難度降低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這個股價要強的機率 可能也沒那麼高 那只是其他看法像群聯 群聯就蠻有趣的 他感覺就是有機會 可以過上個月高點 那像這種有機會 過上個月高點的話 那這種我們就會稍微去思考一下 他如果能夠過的話 就表示他這個月也是有機會轉強 那像是在Netflix這一塊的話 像今天還有一間公司 漲停板叫石泉 石泉今天股價是到了漲停板 他也是跟記憶體Netflix相關的 那有一間公司大家比較沒注意到 叫Eating Eating他主要是做公控的這一塊 公控 好那其實像Eating這部分 像Eating的題材就除了像記憶體之外 他還有在邊緣運算這部分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Eating的題材算蠻多的 那只是說Eating我覺得他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在於說過去幾個月 過去幾個禮拜 大盤指數是蠟乾淚明明貌貌 可是你看Eating的股價 其實還相對抗跌 其實所以像這一種就是說 我們會去觀察說 在這一段時間有沒有相對抗跌的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值得來觀察 就是說你看我們可以從一個產業 然後去看到一些公司 那再來看到一些 哪一些股票他可能是相對抗跌 或是他是一個相對強勢 這個就是我們在選股的時候 一個比較會留意到的地方 那再來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大家現在也可以留意的 就是財報 像在這一份表格 這一份表格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我把第三季的毛利率 把它是設定成記憎 毛利率年增加記憎 然後再加上EPS年增 這樣局限排列正確 那其實用毛利率年增跟記憎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我們知道大盤現在情況就不好 就整個跟著整個經濟的情況不好 那所以說毛利率如果還能夠年增的話 那基本上一些 他的產業的基本面可能是比較好的 所以像這個表格就是 你可以把它點成像年增 然後記憎 然後再來 EPS年增 好 你這樣塞一下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沒剩多少檔 那你再塞一個均線排列 你就會發現 像華興科 他今天股價就算漲蠻多的 或像是像玉邦 不是玉邦 加邦 其實今天股價也還算強 所以說其實像最近的話 我還是會去觀察一下說 哪一些公司 他公佈財報是比較好的 那因為目前啦 我說目前 目前其實說實在的話 就是 財報公佈的加速真的不多 那所以說其實像 我們看到這個表格 他就 還是比較多的空白部分 那說這個表格之後會慢慢補上 那這個表格我會放在 就是Prispair的文章裡面 那因為我們就會每天來關注說 哪一些公司 他的毛利率是能夠 開始年增跟記憎的 那就表示說 他的產品組合可能會開始好轉 你可以像今天一間公司叫齊基吧 齊基6285在這邊 他也是公佈了財報 年增 季增 年增 然後今天股價也是到了一個漲停板 所以說這個我就會去看一下說 因為現在整個大方向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去思考說 哪一些公司是能夠 能夠怎麼樣 有一個拿出一個好的業績 然後並且搭配均線排列的正確 這種就比較有機會是 我們未來關注的方向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 小明片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提前事情 最近大盤是一路下跌 但是今天這樣一根大紅棒拉上來之後 是不是回到什麼 超底的情況 所以明天晚上我們幫大家上一部 超底的技術分析教學影片 敬請期待囉 請期待 請期待